好 观众朋友 我们刚刚看到的呢 这是新北市的议员李婉玉 在今天下午召开了记者会 他宣布主动退出民进党 那么强调呢 他并不是跑票哦 只是因为是个菜鸟 一时太紧张 所以当时呢 他投错了 投错票了 那么希望呢 这个他用这样子的一个 愿意承担责任的这个方式 来主动的先宣布请辞 那么但是呢 我们也要来听一下 他刚刚其实呢 这个当中有谈到哦 他还是在等待着民进党的召唤 甚至也提到了他未来还是会 包括遵守啦 包括配合啦 那么有关于民进党的这个政策 而且都谈到了2012了 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文家 文家我们刚刚看到 他是主动宣布退出 那么本来是在星期三 也就是明天民进党是要开闸的 那么他当然呢 这个现在先早一步 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那有什么样特别的目的吗 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我想他可能就是用民进党党章规定里面的某一些 一些所谓回转的空间 他如果主动退党的话 未来他回去民进党时间会比较快一点 如果他是被动的被开除党籍的话 那时间会比较长 那我想他可能也预判到 未来他下一届连任 他必须跟民进党维持一个稳定的和谐的关系 所以先主动退党 那透过这个主动的概念 预留未来回去党里面时间的缩短 所以他如果是开除的话 是五年都回不去 五年应该是五年 开除是五年 那如果现在是主动的话 退党的话他可以再申请 可以再申请 说不定一年就可以 那民进党随时就可能再召唤他 你如果回去民进党 他有一个审核小组 你当初为什么退党 为什么被开除 为什么被停权 你现在恢复党籍的话 他有一个流程 那我觉得他这个里面是有高人之点就是说 因为民进党他要一个社会形象 他明天一定开杂的 他要开杂来凸显国民党不开杂 所以明天李婉玉这个开除党籍是可以想见 那他抢在明天中常会之前说 那我先退党 那民进党明天还是可以开除你 你退党是你的事 我开除你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民进党明天还是可以开杂 那我特别要讲 让观众朋友了解说 在新北市议会 李婉玉这一票是不重要的 我不是针对他 而是以蓝绿的结构来讲 我们就讲这个副议长的选择 因为副议长他没投错 他是议长投错 那副议长的开票结构35比31 所以他有四票的这个 因为五党级的各自拉拢 所以有四票下去 我的意思是说 以后在新北市议会的各种表决 什么预算啊 什么专案啊 什么表决什么 没差你这票 因为蓝绿的距离已经 不是说你不是关键的那一票 那他已经被民进党的党团除名了 理论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除名就不是我们 甚至明天被开除 你现在要退党了 根本就不是我们民进党 你要配合我们民进党干嘛 所以你投赞成我就投赞成 你投反对我就投反对 其实那票一定没重要 他是不是在想以后连任的事情 四年以后的事情 我想他一定会考量 不过他刚刚讲一句话 我很在意 他说不会有人用钱 买一张 不会影响选举结果的票 对他在厘清外界对他的质疑 对主持人那倒过来就说 如果这一票会影响选举结果 他是不是就会买了 你说不会有人买 我也同意 因为35比31 这样的一个蓝绿差距 是买你这票没好吗 这个是副议长结果 那议长的投票结果是 35 30跟1 那唯一那个1就是李婉玉 好 西成 我觉得这次 我就姑且把它当灵异现象好了 就是李婉玉突然一进去 看到六十几个 不知道怎么盖 盖自己 我就当成灵异现象好了 台北市何尝不如此呢 国民党台北市的副议长 30个议员 加上新党的票三张 总共33张 副议长硬是只有29张 那所有的国民党员都说 我有投给副议长 我投给曾经乡 他票就是少不见啊 所以至少有四个国民党的票跑掉了 因为新党不太可能说 新党三个议员嘛 他说他全部投给国民党了嘛 然后国民党有什么方法 就是前两天 就是这两天开始 关起门开始按捺指纹 去查到底是谁 如果实在不行 就是说还开始要撤谎 但是我觉得也不可能啊 你再撤出来 你说怎么可能 我依照撤谎 陈惠惠你说谎 你就是没有投 我就把你开除党籍 不可能吗 因为就算是在 那个刑法民法里面 撤谎也不能当作证据啊 所以我想国民党 这个也是灵异现象啦 所以要找到 到底那消失的 不只是三票 是四票 到底到哪里去了 因为国民党30个 30个议员 扣掉了 扣掉的这个新党 应该是33张 结果只有29张 所以有四个不见了 那也是灵异现象 可能是不少一进去 不知道头 还直接带出去 还是怎么样 不晓得 所以这次 那个议长副议长 出现蛮多灵异现象 我只能这样讲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 这个校园的霸凌 绝对不是灵异现象 我们稍后来要继续讨论了 马上回到新台湾 新光大道 谢谢大家